北京時間中午12點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進行時 昨天 北京市公安局召開了 打擊刑事犯罪的新聞發布會 發布了半年來的戰果 以及一些新型的犯罪手段 來看看記者從現場發回的報導 八類危害嚴重刑事案件立案 同比下降百分之十八 降至歷史新低 破案率83.3% 創歷史新高 命案連續五年破案率保持百分之百 搶劫案件破案率首次達到百分之百 在全部刑事犯罪案件中 盜竊诈骗兩連案件占比较高 总体來說就是立案比去年同期相比 有大幅度下降 同時破案有大幅的上升 在現場 北京警方通報了及其典型案例 其中包括今年六月份 封台公安分局打掉的黑中介犯罪团伙 經過前期的這個偵查呢 發現以吳某為首的這個房屋中介公司 簽訂合同的時候呢 又向事主宣稱只能簽訂一年的租賃合同 收費呢還是以實際租房日期為準 在事主租到這個第六十天的時候 他們會向事主索要這個剩下時間的房租 如果事主不交納剩餘的房租 他們就用備用鑰匙去把這個出租房強行開鎖 然後把事主的所有物品扔出樓道 逼迫事主強行辦理 而且第三個月的房租和押金全都不退 目前呢這三十餘名嫌疑人呢 都已經被我分局刑事拘留 緊盯老百姓關心的一些小案子 而且按照公安部的要求 更快的破大案 那麼更多的破小案 更好的控發案 除此之外 北京警方還通報了 以高價回收鑽石化為由 實施詐騙的案例 我就感覺到我眼睛有點疼 我眼睛太累了 這樣會不會眼會累壞了 李女士今年四十二歲 家住山東危害 兩個月前 李女士在網站上發現 有加工鑽石化的兼職 我在店裡我是賣酒的 不是很忙 我就想這個人情 衣服真好 怎麼那麼小呢 李女士聯繫了網站的客服人員 對方稱 鑽石化收藏價值高 並且公司有大量的海外訂單 只要李女士支付兩千多元的材料費 公司就會把原料郵寄過去 等李女士加工完成了 公司可以高價回收 這個網易上的內容 大致就是 我是一個公司 我這兒有很多外貿訂單 現在我們呢就是需要招工 需要人力去擺這些作品化 由原材料 然後加工成藝術品 受害人就覺得這個 還是可以賺到錢的 這樣就答應他 李女士沒想到 自己用了一個多月 加工製作完成後 對方卻說製作不合格 拒絕回收 李女士 落了個腰酸背疼腿抽筋 有類似經歷的 還不止李女士一人 鑽石畫 是類似於十字鏽的手工藝品 繪製者需要把人造原鑽 按照位置一顆一顆地 粘在畫布上 雖然操作簡單容易上手 但是工時較長 很多被騙施主為了趕工期 都是整宿整宿地幹 沒想到 無論加工的多麼精美 對方都以各種理由拒絕回收 材料費也不退了 經過缜密偵查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總隊發現 這一詐騙窩點 隱藏在大興區的某出租房內 公安局 先別吃了 你從這兒呢 都拿出來 這些東西都別動啊 民警上門時 詐騙團伙的成員正在家裡吃飯 客廳裡放了幾台電腦 屋內還扔著十余幅 施主寄回來的鑽石畫 實際上 騙子們所謂的高價收購 是子虛無有 他們只是為了騙取施主的材料費 這些人呢 都是一些親戚朋友 有副作 做客服的 然後有的呢 作為這個技術老師 除了此類騙數之外 北京警方還通報了以辦理貸款為由 騙取施主手續費的詐騙手段 嫌疑人在網上發布可以辦理 大額貸款的廣告 一旦有施主聯繫 對方會要求施主支付手續費等各種費用 我們現在的上半年主要是五類案件比較高發 那麼第一呢就是貸款 貸款信用卡類的 第二個呢就是傳統的冒充空間法類的 第三個呢就是刷單堅持類的 第四個呢就是虛假購物類的 第五個呢就是冒充各種客服的 下半年呢我們還是在市委公安部 和市局的堅強跟檔下呢 我們還是依據我們支柜行針的提倡升級 充分應用我們市級和區級兩級核戰作用中心的 這種優勢作用來不斷的精確打擊 破答案同時呢多破小案 來正好提高咱們人民群眾的安全感 後殺獄位於順義的西南部 南臨朝陽西雨昌平接壤 面積呢42.6平方公里屬於城鄉結合部 這裡也是北京三大外來務工人員的聚集區之一 隨著近年來景情增多和矛盾糾紛類型的變化 後殺獄派出所通過科學安排警力 積極爭取外援 形成了多景種多層次網格化的防控合力 有效地保障了轄區的穩定和和諧 去一個叫近地越景台的小區 一個糾紛 小區的那個自動杆 不小心把業主車給掛壞了 你告訴我 對 沒事 沒事沒事 這樣待著 然後我來刷到我的車 就是通行的時候 結果它那個杆就沒彈起來 它就啪一下就降下來 就降到我車上了 當時我就拍了一塊 大概就是這種位置吧 看到了吧 這還有窩呢 經過4S店定損 王女士車輛維修價格 大約在一萬元左右 可令王女士感到奇怪的是 就在她等著物業方面 給出賠償方案的時候 卻意外地發現 車上的划痕被人修復了 而被砸的痕跡仍在 我這個車就該怎麼修 我要重新修 他光跟我拋一下不行 然後所有的我要賠償 我後車拍了我了 讓那個弱電這邊出方案 那業主這車你們物業的 或者弱電的你們都沒動過 或者這個找沒找這個修車的修過 沒有沒有 最終民警聯繫到物業 以及停車竿設備方的負責人 和事主約定時間 一同商量解決方案 21702 就在民警調解這起糾紛時 另一路民警來到了後沙域新村 這裡的一戶居民 與保安發生了糾紛 剛才是你報的錢 我報的錢 原來當地工商部門 接群眾多次舉報 有人在家中無照經營超市 為了調查取證 他們用手機在門口拍攝 誰知女子看見後立即動手 與保安拉扯了起來 看到民警要將自己帶回所內調查 這名女子想逃離現場 由於被打的保安傷情不重 最終這名女子賠償了全部的醫藥費 並接受了民警的批評教育 他經營的無照超市 也被工商部門依法查封 為了切實保障群眾權益 提高百姓居住滿意度 後沙域派出所要求民警 及時做好百姓之間的矛盾處理工作 凡事都要快人一步走在前頭 同時 拳索還加大 對黃賭毒 盜搶騙 環食藥等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 後沙域它是所謂的隊伍 鳴居力很高 民警的支援力也比較強 在幹一些基層點擊的事情 看似很簡單 但是咱們基層的民警 為民服務的這些意識 包括這些理念還是一直沒有改變 而且是以為民解難事 為咱們的初衷 確實也是起到了一些實際的效果 老百姓也是一致認可 橄欖樹四季酒店及周邊建築群 位於房山的拱臣街道長虹東路 共有四棟五層建築 建築面積1萬平米 是東央莊村的自建建築 去年9月 房山消防支隊 在橄欖樹四季酒店及周邊建築群 發現了諸多的安全隱患 對北京橄欖樹四季酒店 橄欖樹四季客棧 浩博健身會所三家單位 做出責令停業罰款5萬元的處罰 而時隔一年 今年的8月10號 房山消防支隊再次對北京橄欖樹四季酒店 及周邊建築進行檢查的時候 發現隱患反彈 甚至還出現了新的問題 消防安全問題突出單位曝光名單 北京橄欖樹四季酒店 突出問題 一 餐廳及會議室擅自重新投入使用 二 水流指示器無反馈信號 三 消防水泵處於手動狀態 四 首層會議室電氣線路膚射不符合消防技術標準 五 餐廳未設置自動噴水滅火火災報警 與操作間無分隔 六 車庫未設置自動噴水滅火系統 七 車庫車輛出入口坡道 與建築其他部位未分割 坡道出入口未與停車區域分割 坡道被占用 消防支隊已約談單位的負責人 擬對其餐廳及車庫區域予以臨時查封 並依法處以罰款 餐廳及會議室擅自重新使用 以送達催告書 要求其立即停止使用該區域 剛才您聽到的是四起煤氣泄漏的報警 這幾起事故在民警 消防和燃氣部門的處理下 都得到了妥善解決 在這兒我們也提醒您 如果發現煤氣泄漏千萬不要慌 趕緊打開門窗通風 不要使用明火或者接打電話 到安全的地點再報警 以免發生其他的危險 蕭先生說 他最近遭遇了一件驚心動魄的事 一個疑似鐵鑽頭的東西從天而降 差點就砸到了他 而且這件事並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根據蕭先生及當時木機的商家描述 墜落屋的直徑大約兩手指粗 長約二十厘米 是石芯鐵質的 一頭十分尖銳 掉落時發出的聲音不小 並且蕭先生還告訴記者 這樣的事情並不是第一次發生 前兩天還發生過一次 墜落屋掉在隔壁花店裡 同樣差點砸中路過的他 我現在的話是心有預計 因為畢竟我經濟了兩次 那天下午人還多 特別過來過去的小孩和大人都多 附近的商家告訴記者 店前不遠處還設有兒童遊樂區 平時來這裡玩耍的小朋友很多 並且這邊做餐飲生意的商家眾多 來往的外賣小哥也不少 高空墜落這樣的事情 三天內接連發生兩次 這讓這裡的商戶很沒有安全感 之後警方物業方對現場進行了勘查 最終將墜落屋的掉落地 鎖定在了商戶樓上一戶 正在裝修的業主家 隨後記者撥打了物業電話 詢問此事的處理結果 我們這邊找到了那戶掉東西的業主 它是因為他們自己的裝修工師 那邊就是有時候工人那塊不小心 這塊我們馬上已經聯繫業主這邊 也過來跟他們說明的情況 說我們這邊也會要求他們先進行整改 等等以後再進行施工 物業方面回應 兩次差點砸到消息 套牌車停靠修理廠 假牌假正被暫扣 這兩戶都是這 這牌子原車也是一個路虎 但是這個牌子是假的 所以要我們看那個車架號 經過車架號反查 車架號應該是中國的 加大了對套牌車的治理整頓力度 通過梳理 射車案件偵查專業隊的民警發現 有一輛問題的路虎車 經常在東二期附近出沒 這不民警在附近的一個棄修廠門前 就發現了這輛車 沒事我把這口堵上啊 看不動吧應該是 下方說是修理廠的 路虎車是顧客停在這裡維修的 現場通過電話聯繫 車主說去了外地 在車上交警找到了 跟偽造號牌相對應的機動車行駛證 一樣也是偽造的 這牌子原車也是一個路虎 但是這個牌子是假的 所以要我們看那個車架號 經過車架號反查 車架號應該是動過的 從車牌 車架號 行駛證 全套手續套用的都是 另外一輛正規路虎車的手續 可以說這輛車是一輛 徹頭徹尾的套牌逃犯車 交警暫扣了這輛路虎車 後來查一下金PP9725的車檔 這輛車號原來是假的 這車號現在咱們查已經沒有檔了 曾經是一輛下立的號牌 那麼原車已經轉出了 現在這號是一空號 但是同時這牌子也是偽造 首先它前鋒檔下的車架號 咱們現在目前看 應該是通過人為的給它篡改過 通過這個車架號 咱們查詢是一輛吉林號牌的奧迪 但是那輛車也已經辦理了註銷 辦理註銷業務了 那麼這個車咱們懷疑 曾經應該套用過那輛吉林車的手續 包括號牌等等 在交警對車輛進行檢查時 發現這輛奧迪A8車的車門沒有關嚴 你看那個 這都是拿膠粘的 這裡邊都塗的膠 這一碰都掉了 這個操 如此車門關不上 那是粗糙 來路不明的奧迪A8 可以說只要上路就是隱患 交警在對後備箱進行檢查時 又發現了兩幅號牌 這兩幅都是這樣 根據交通道路安全法的規定 偽造變造 或者使用偽造變造的機動車單 登記證書、號牌、行駛證、駕駛證的 處15日以下拘留 並處5000元罰款 機動車駕駛證一次性計12分 目前兩輛套牌車已被暫扣 等車主到交通隊接受調查後 再做進一步處理 今天的看點同樣和車有關 來關注河南馬沙拉地狀寶馬案 8月13號 河南省永城檢察院 以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對犯罪嫌疑人譚某某、劉某某、張某某 批准逮捕 我們先來通過監控視頻回顧 事發在7月3號晚上的一幕 事發當晚 馬沙拉地車內的三人 譚某某女23歲 劉某某男24歲 張某某女21歲 在燒烤店吃完飯 先後喝了是紅酒、清酒和啤酒 結果譚某某坐進了駕駛室 先後和8輛轎發生了寡蹭 結果都跑了 直到撞上這輛正在等紅綠燈的寶馬轎車 事故導致寶馬車內兩人死亡、一人受傷 這樣的監控畫面看得讓人痛心 更讓人覺得似曾相識 您還記得2010年5月9號凌晨5點 在北京的永安里路口 同樣因為醉酒引發的事故 奪走了王輝丈夫和6歲女兒的生命 趙氏司機陳家 以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判處無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其實對於酒後駕車的查處 北京交警從沒放鬆過 數據顯示截止到今年7月 北京交管部門已經查處罪駕司機2000多名 而執法部門再嚴格的執法和上限的處罰 也不如我們每位司機心裡緊繃的那根弦 這喝了酒就不能碰車 因為我一直覺得 酒駕和醉駕就像是賭博 賭注絕對不是有沒有交警夜查 而是我們每位路上的司機和行人的生命安全 預防虛假宣傳 雙百工程品牌電亮相 為了保證首都人民舌勁上的安全 北京的食品 北京產的藥品 一定要做到 政府管著放心 百姓吃著安心 解保健食品理性消費 避免上當 近日 雙百工程 預防保健食品 虛假宣傳 投訴舉報聯絡站的品牌店 在通州亮相了 各位觀眾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通州區的馬居橋鎮的火通路 那麼在我身後啊 雙百工程 預防保健食品虛假宣傳的 投訴舉報聯絡站的品牌店面即將建成 那麼未來呢 這裡呢 將會集科普教育 投訴舉報 產品銷售和售後服務等多種功能 於一身 那麼我們現在呢 來到我們即將建立的品牌店的這個 大家看到的是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藥品的 這麼一個區域 那麼我們國家市場總局呢 不只在一個文件當中提出來 這是我們所有的店面宣傳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保健食品不能夠代替藥品 那麼我們如何來見面保健食品 和我們遇到了侵害如何維權 這是我們一個區域的宣傳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從去年的這個擺設行動以來 我們為了虛假宣傳 讓老百姓有更多的知識 我們呢放了一個案例角 今年 國家多部門 對保健市場展開了專項整治行動 並公布了多期虛假誇大宣傳的案例 而把保健食品宣傳成可以治病的神藥 不僅蒙騙消費者 更有可能耽誤病情 危及生命 官家們你們想不想風雲劃急 如果此工技術大小在五毫米以內 三個月以內完全消費 沒得罩病的老人家 你就從現在開始 你就給我好好的去做了兩個周期 我跟你科學的來講 九年以內 你肯定不畏責大病 不得中病 不上疑 為了防範虛假宣傳 雙百工程品牌店 不僅能讓百姓了解 保健食品的相關知識 而且還設置了 金牌保健食品的展示區 讓百姓更加直觀地了解 什麼是正規保健食品 金牌保健食品是我們在2013年协會 跟當時主管的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共同打造的這麼一個概念 那麼金牌保健食品呢 廣義上說就是我們北京的品牌 北京生產 這是兩層含義 因為保健食品按照它特殊的管理辦法 它的產品的批文批件 一定要得到國家局的批准 記者了解到 隨著近幾年 保健市場亂象被屡屡曝光 很多消費者都變得有些迷茫 保健食品到底如何選擇 遇到欺詐又該怎樣維權 成了消費者心中的顧慮 一般保健品都宣傳的特別好 就是說有特別好的作用 治這個治那個的 治三高這些 然後可能還是少買吧 有虛假宣傳的成分在那邊 會去維權嗎 很少很少有人去維權 一般的人就一般都吃了 啞巴虧了 我們品牌店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 就是接收我們群眾的投訴警報 那麼現在我們看一看 我們建立了一個投訴警報的系統 現在我們來打開 那麼我們會根據我們消費者的 投訴的這個案件的類型 我們進行分類 然後我們把它移交到我們監管部門 所以說我們不僅給老百姓 科普了健康知識 也相當於我們給老百姓多了一個 投訴舉報的聯絡站 據了解 第一家雙百工程 投訴舉報聯絡站品牌店 在不久後即將作為試點運行 北京保健品化妝品協會 也將根據運行情況 繼續在全市推廣 北京的食品安全容不得半點的疏忽 為了保證首都人民舌尖的安全 北京的食品北京產的藥品 一定要做到政府管著放心 百姓吃著安心 好了今天節目就是這樣 歡迎您在微信裡留言 提供新聞線索或者視頻資料 參與節目互動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